乌克兰军队朝着俄军基地接连发射多枚海马斯火箭弹并散发出浓浓白烟 这段在网络上流传的影片据称拍摄地就在克尔松地区 据乌克两国官员透露 目前两军在克尔松多个地点爆发激烈交火 而俄罗斯在当地的傀儡政府持续要求居民撤离 11月4日更一度宣布实行24小时的宵禁 理由是要保护民众免于被乌克兰炮火波及 公开来源情报分析师皮提特也在推测上指出 俄罗斯已做好失去克尔松与聂伯和左岸的准备 因为从最新的卫星照片中可以看到 俄军正在右岸设置三重防线 而这道防线甚至一路延伸到黑海沿岸 而民间流传出的照片则指出 俄军在一些难以挖掘壕沟的地方都部署了水泥雕堡 不过皮提特对这些掩体实际战术效果保持怀疑 据路透社报道负责在克尔松以西挖掘战口的 无国机械化步兵部队指挥官欧列表示 他有信心敌军会因为东境严寒 后期停顿以及孔走包围等因素 弃手具重要战略价值的克尔松港 但无论是欧列或是他的部下 都认为俄军不会迅速或不动声色的撤退 此外他们也没打算让俄军就这么撤退 该报道分析欧列的说法显示 克尔松将有一场血腥苦战 而乌克兰军队也已做好准备 由于克尔松是目前唯一 仍在俄军控制下的乌克兰州首富 这座城市的争夺战 可能会是二月至今最重要的战役之一 这条黄信亚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